大家好 欢迎来到北玉学堂 今天我们要开讲一篇重量级的文章《腾业先生》 大家可能不知道这篇文章不仅在中国语文的教材中 也在日本人的教材中 在昭花西时中这是绝对的名片了 话说1934年日本延播书店计划出版鲁迅的书 翻译的人是曾田舍鲁迅的弟子 他就问鲁迅了 鲁迅说 我看要放进去的一篇也没有了 只有藤业先生一文 请溢出不仅去 你看鲁迅本人就非常重视这篇文章 不过文章越是知名 他越难讲 讲不好吧 是玷污了名作 这样吧 我先给大家分享一句有趣的话 这句话是我从一本档次不算高的奇书中看来的 这本书叫《我的奋斗》 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作者不是希特勒 是一个叫罗永浩的兜比 里面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我说一坨屎臭 就有笨蛋说你太偏激了 那我是不是应该说有点味才不偏激呢 这句话挺有趣的 用来形容鲁迅就太恰当了 在鲁迅看来 绍兴不是可爱的故乡 而是一坨屎 那他于是就要离开绍兴去南京求学 然后他发现南京的母校江南水师学堂的教育 也是一坨屎 他就动身离开二十岁的时候去了日本 在东京是待了两年学习日文 但是他发现东京也是一坨屎 然后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也统统都是一堆屎 所以他必须离开东京 在鲁迅的一生中 似乎任何经历都有一大堆的问题 所以他看问题是非常偏激的 咱们来看看这篇文章的开头吧 第一句话他就说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 就这么一句话 整个东京就被否定了 东京无非是这样吗 那他具体讨厌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鲁迅的理由 很搞笑的 第一个理由是上野的樱花 那是世界文明啊 樱花也是日本的国花 但是鲁迅说了 我不喜欢去看日本的樱花 为啥 因为欣赏樱花的人群中 经常有中国人 我不想去看 而且这帮人还留着辫子 一看就是清政府的走狗 看着就头疼 就因为几个中国人 这个樱花也彻底的没有兴趣了 鲁迅的好朋友说了 鲁迅在日本整整七年 去看上野的樱花 仅仅两次 有一次还不是去看花 是去买书的 这是讨厌东京的第一个理由 还有第二个理由 是中国留学生会馆 一听这个名就知道 它是中国在日本留学的这些人的活动中心 对留学生来说 那是一个集体的家 但是鲁迅非常不喜欢这个地方 我们注意原文 他说有时还值得去一转 那言外之意是啥 就是大部分时间是不适宜去的 特别甚晚上 因为这帮留学生啊 还喜欢在这个留学生会馆里学跳舞 在鲁迅看来啊 你们这帮不靠谱的货啊 国家给你们钱 让你们来留学 是让你们探索国家的未来 民族的出路 你们怎么好意思在这跳舞呢 所以总结起来说啊 鲁迅的意思是 东京最值得留恋的是两样东西 一个是樱花 一个是留学生会馆 但是这两个地方我都不喜欢 你说东京还有喜欢的理由吗 那肯定不喜欢呀 咱们用世俗的眼光看啊 鲁迅呢 其实是一个很偏激很偏激的人 你琢磨一下吧 留学生跳个舞 那怎么了呀 总得有点 私人的活动吧 而且外国比较开放 那我们去学一学跳舞 那应该的呀 但是鲁迅认为 你们每时每刻都得为中华之缺气而读书 否则你们就是不靠谱 那至于否定樱花呢 那就更不靠谱了 我查了一下资料 鲁迅去东京的时候呢 是1902年 在日本的留学生一共才608个 两年之后 也就是鲁迅离开的时候 也就2400人 你想想这2000多人总不会天天在上野看樱花吧 就因为赏樱花里头有中国人 鲁迅啊就恨乌吉乌 连整个樱花都给否定的顺带着把这东京给否定了 你说这不是偏激是什么呢 我还归纳了一下鲁迅讨厌东京的理由 其实就三个字 中国人 这听起来更是不可思议了 中国古代有所谓的四大喜事嘛 其中一件就是他乡欲故知啊 那是老乡遇老乡 两眼泪汪汪 但是对鲁迅来说呢 这帮呆在日本的中国老乡 你知道啊鲁迅逃离了东京去了仙台 那为啥去仙台呢 就一个理由 仙台没有中国留学生啊 那没有中国人 这居然是鲁迅人生道路选择中重要的标准 你看一看是不是很奇怪的一个人呢 鲁迅去仙台了 中国方面和日本方面其实是给足了面子的 先说中国方面吧 一年的补贴高达400日元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藤业的工资仅仅是600日元一年呀 日本普通学生每月的花费大约是16块 一年呢还不到200日元 也就是说鲁迅的生活费 是普通日本本地学生的两倍之多呀 再说日本方面啊 鲁迅的学费日方全部免除 鲁迅当时没收到通知就错了 然后去交自己的学费 结果当然日本方面就没有收嘛 他拿着学费干嘛呢 给自己买了一块表 开学典礼当天啊 当时的校长呢是山行校长 他亲自委托别人 要给鲁迅找一个经营中国饭菜的公寓 你想想啊 一个校长亲自关心了 而且要给鲁迅安排的公寓 还要配备中国饭菜 你想想多感动了 而且日本的当地报纸 更是对鲁迅的入学进行了一系列的跟踪式报道 比如吧 9月10号鲁迅到了仙台 就开始寻找公寓嘛 这天当地的报纸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一专新道的中国留学生 这么一篇新闻 把他寻找公寓的详细情况登了出来 到了9月12号要举行开学典礼了 这鲁迅还是没找到住处 于是就暂住在片平丁五十四番地的田中龙的家里 第二天这个报纸立即对鲁迅住在谁谁谁家里 进行了详细报道 鲁迅到仙台一个月之后 在1904年的10月8日 写给同乡友人讲一支的信仰叫仙台书简 里头说了 为日本同学来访者颇不寡 可见鲁迅住宿期间 还有非常多的日本同学来拜访鲁迅 鲁迅非常受欢迎 有个同学还回忆说 鲁迅自己吸那种不带过滤嘴的那种烟 然后还劝同学你们也吸 在联欢会上他喝了很多的酒 然后谦卑不醉酒量非常的大 这个鲁迅还喜欢跟这个同学议论 咱们不是发生了甲午中日海战吗 中国被你们日本打败了 我不承认 我认为你们打败的不是中国人 是清国人 说白了满族人打不过你们 我们中国并没有战败 而且他说我挺喜欢你们日本的 挺厉害 把这个清国人给揍了 然后几个同学还跟他开玩笑 说在中国最赚钱的买卖它是什么呀 鲁迅回答说那当然是造反 所有同学就吓一跳 造反是中国最赚钱的生意 这是鲁迅的看法 然后我们总结一下 鲁迅去仙台 校长大人亲自关心 当地报纸跟踪报道 同学不断访问 其乐融融亲切交谈 你觉得作为一个身处异地的这么一个中国人 他的内心应该是什么感情 我想正常人肯定是感动的 结果鲁迅说的话是这样的 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 不但学校不收学费 几个职员还为我的实俗操心 注意啊 里头说的是几个职员 在鲁迅心中啊 这些人不需要说名字的 反正好几个人关心我 然后这个事就一笔带过了 他还总结了一下 为什么他们对我这么好呢 总结起来就五个字 物以稀为贵 他还进行了嘲讽 原文说 大概是物以稀为贵吧 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 便用红头绳记住菜根 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椒菜 福建野生的芦荟 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 美其名月龙舌兰 这意思就是 你们日本人对我这么好 那完全是因为我到了一个没有中国人的地方嘛 物以稀为贵 表面是在嘲讽 但是顺带着 其实也在嘲讽这帮招待自己的日本人呢 再说他的住宿情况啊 起先鲁迅呢 是住在左藤屋 就是一个叫左藤的这个人的家里 这个条件其实不错 房租极低啊 没有坑鲁迅呢 一个月才八块钱 后来啊 也就是1907年 又有一个学生 叫庄绍周 他也住在这个左藤屋的 目前呢 史料还记载着 这个左藤屋主人和他夫人的照片 咱们现在还能看见 目前的左藤屋也保存完好 前面还有鲁迅故居遗址 这么一块纪念碑 日本保护得非常好 那这个左藤屋最大的缺点呢 就是对面是一个监狱 而且比较搞笑的是 这左藤屋啊 既给鲁迅他们提供伙食 也给犯人提供伙食 但是提供的当然不一样嘛 但是就有日本人担心 哎呀 是不是说对待中国人 是拿犯人的伙食去给他们 所以啊 就有一个先生 几次三番 几次三番的 来劝鲁迅搬家 但是你注意啊 鲁迅说的是有一位先生 他从来没提过这是到底是谁 其实有日本学者考证了 这个人很可能就是藤业先生 因为后来他经过采访之后 藤业说了 这个事我关注过 希望他去搬家 也好学好日语的 但是这个鲁迅完全不提 你想想啊 这个思路是不是有点奇怪呢 后来鲁迅就搬到了另一个住处 是公川宅 当然他们住人是公川了 那么他们家也保留着鲁迅和他的同学的照片 因为过了很长时间啊 这个公川很很搞笑的 在这个照片上啊 把他们年轻的照片的脸上画上了胡子 意思是他们肯定现在长胡子是这个样子了 然后后面还住着说鲁迅下路不明 去哪不知道等等 哎 这种照片日本保存完好 你想想啊 不管是左藤屋还是公川宅 主人家很好 然后一堆同学和老师关心 你想想啊 对鲁迅来说 是不是应该感动 也应该感恩呢 但是鲁迅记住了什么呢 哎 两件事我们分享一下 左藤屋呢 是初冬了 蚊子特别多 所以睡觉的时候 必须包住 只留两个鼻孔出气 所以特别痛苦 那公川宅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每天要喝难以下咽的玉梗汤 你看啊 所有的好温馨的画面一概过滤了 那那种痛苦啊 就是蚊子多呀 这个汤比较难喝 就立即记住 而且他还写信啊 抱怨是这个左藤屋的伙食啊 真的很不好来 你知道为啥不好 每天给我吃鱼 哎呀 我听着都很搞笑啊 人家左藤每天把海鲜给你吃 然后你说他们家的伙食不好 你是不是来搞笑的呀 藤野先生的第一部分呢 写的就是鲁迅 如何从东京搬去仙台学医的故事嘛 这一部分给我最大的感触 就是鲁迅的偏激呀 这种偏激不是一般的偏激 而是从地狱里头出来一样啊 各种温馨的东西 经过鲁迅的眼睛一过滤 什么温馨都没有了 剩下的只有不满和批判了 有的时候鲁迅看问题还看得特别深 一批判起来只入目三分啊 他眼睛特别的毒啊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润土 那润土是鲁迅的玩伴发小 后来润土长大了 就叫鲁迅周老爷 这个其实也很正常 中国的社会嘛 但是鲁迅勃然大怒 而不是对润土生气 而是觉得中国的文化真的是一堆臭狗屎 那一个天真可爱的人 我跟他平起平坐多么快乐的一堆小朋友 现在居然变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老爷和一个低声下气的下等人 润土不是笨蛋 也不是换蛋 更不是愚蠢的人 是中国文化的这堵史 把他变成了背躬屈膝的下等人 你想想鲁迅的这个眼睛是不是毒啊 但是这种恶毒就能看出中国文化那些冷冰冰的现实啊 所以鲁迅的文章伟大那是不可替换的 这些伟大很多时候就来源于他的攻击啊 然后你想一想啊 假如你不把鲁迅高高的捧在上面 把他拉下神坛 就放在你身边是你邻居或者是你同伴甚至你的同桌 我问你你喜欢这样的人吗 我想大部分人肯定是不会喜欢的 那如果你要成为鲁迅诈的人 你父母什么反应呢 你父母肯定是誓死反对啊 你绝对不能这样孩子 你太偏激了 甚至你们本人也更不想成为鲁迅那个样子的 那为啥呢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害怕 我们害怕自己变得偏激 一旦偏激就会成为异类 被人鄙视隔离 被人用异样的眼光去审视 这就是中国现实吧 但是现在我想告诉你 你读了这一段之后 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很多时候一个人的创造力 一个人的选择 一个人看待世界的方法 都是从偏激的眼光中看出来的 你用那种庸俗的大众的眼光去看 其实什么东西都发现不了 只有鲁迅这样的用非常毒的眼睛去看 才能看出世界赤裸的真相 所以有的时候我经常劝我的学生家长 我说你孩子进入青春期了 然后他对很多东西都不满 甚至父子关系也不好 你不要着急 也不要害怕 应该高兴起来 为啥高兴啊 说明你们的孩子 他的独立人格开始要建立了 他开始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世界了 你需要的是引导 是保护 注意不要把他的人格的棱角给磨平了 让他变成一个有个性的 有意思的 不用那么偏激的人 那是最好的 只要你引导正确 放心 你只会造成一个 有趣的 有独立见解的 有自己思考的 真正的人 你一定要放心 他不会是一个危害社会的人的 最后啊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句话 是我前段时间啊 从郑也夫的一本书里读到的 这本书叫代价论 我在一轮文奇葩说里讲过的 里面有一句话啊 特别特别的好 我送给大家 一个健全的社会 应该包括实干者 批判者和梦幻者 变异的因子 说不定正代表着生命的新方向 不谐音 也可能正是福音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